大家好,欢迎您观看韩媒视角,我是韩媒 今天是2020年10月17日,星期六 我这个视频呢,想跟大家聊一下呢,关于这个川普 他们美国的大选呢,现在已经进入了倒计时了 但是呢,美国现在呢,真的是特别特别的紧张 那双方呢,都拼了 川普呢,到目前为止已经扔出去两弹的十月惊奇了 但是这两弹呢,看起来第二弹比第一弹的效果好一点 但是呢,好像效果也不太好 他会不会扔出第三弹呢 第三弹是什么呢 我刚才呢,做了一个视频,分析了一下 大家可以去看一看 那第三弹呢,他很有可能打一个台湾牌 一会儿呢,我还会再说一下 那首先呢,我就想说,现在进入这个倒计时了 纽约时报在昨天的时候呢,他们发了一篇 他们很厉害哦 他们是一个编辑委员会 对川普呢,发了一个施政判决 叫施政判决 对川普上台以来的施政表现呢 给他总结了一下 然后呢,做出来了一个判决 那个判决是这么写的啊 说那个川普呢,犯的错误是庆祝难输 工作一任就超过了数十年来累计的总统错误 川普不单缺乏诚信 还一而再,再而三的违背就职誓死 没能保卫并捍卫美国宪法 指此国家危难时刻 美国人民应该担起责任 透过选票挑选能够守护美国的总统 编辑委员会在文中指出 对于美国民主来说 川普竞选连任 形同二战以来最大的一个威胁 川普上台以来对美国内政外交都造成了严重的伤害 滥权打压政治对手 罔顾政治传统 背弃公共福祉 只图私人商业利益和政治利益 他是一个不配当总统的人 编辑委员会并不是随随便便的指控一位 依法选出的总统 川普存有种族歧视 仇外心态 分化美国社会 恶意攻击美国同胞 11月3日将是一个转折点 这是一场关于国家未来的选举 以及人民究竟选择什么样的道路 就在美国民众大拍成龙 等着投票的同一时间 川普还在紧咬不放拼命的抹黑民主程序的核心价值 与所有现代美国立任总统不同的是 川普一再拒绝和平转移政权 声称唯有自己胜选才是合法的选举结果 倘若败选将到法院 甚至上街头对美国人民的选择提出质疑 此时此刻 美国民众一定要在愤怒当中重新站起来 川普不试任 可以从许多的实力来证明 包括川普政府严重的腐败 颂扬暴力 丝毫不顾公共健康 而且治国无方 川普身为现代史上最烂的美国总统 无人能出其右 2016年 他的酸言酸语打动了许多的选民 不过过去四年带来的教训就是 他根本无力解决重大国家问题 因为他就是我们国家的问题所在 那这就是纽约时报对他施政做出来的一个判决 那这个判决是非常非常严厉的 那在美国这样的所谓的民主国家 他们的媒体也是分阵营的 他的对立面的阵营对他的攻击用语 肯定是无所不用其极了 这个没有什么好奇怪的 那川普在16号晚上 在Georgia的一场集会上呢 他也是侃侃二谈 发表了两个多小时的演讲 要说这老头呢 精力其实还是很充沛的 其实挺厉害的 体力挺厉害的 精力也挺厉害的 要说呢 相比之下呢 难怪他管那个周拜登 叫瞌睡虫 周拜登 真的相比之下呢 那周拜登真的是毫无生气 但是呢 像川普这种胡说八道 其实也起不了什么好的作用 他在这两个小时的这个过程当中啊 其实他也说不了什么正经事儿 偶尔可能会提一提像疫情啊 贸易啊 美国经济啊 但是大部分的时间呢 都是在宣泄他个人对媒体啊 对周拜登啊 还有对科技公司 我看到啊 报道说 等各个方面的一些不满吧 就是宣扬他的不满 现在美国的疫情都让他搞成这样了 他已经是确诊过的人了 为什么说有好多人觉得说 他那个所谓的确诊呢 是假的 因为呢 就发现他确确实实看起来 就没有进入 是一个曾经得过新冠肺炎的病人的 那么一个角色或者状态 你要是得过这病的话呢 你不会时不常的就忘了这个病的厉害啊 但是他不 他好像就是 还仍然是完全就不在乎 完全的没有放在心上 他到底怎么得的这个病 按说他得了以后呢 他应该会总结一下说 不戴口罩呢 看来还是后果挺严重的 那种不戴口罩 不保持社交距离呢 中招呢 是十之八九能中的啊 他应该有这么一个状态 但是他完全没有啊 他现在在他的集会当中 仍然是不戴口罩 他也不鼓励别人戴口罩 他不仅不鼓励别人戴口罩 他仍然对这个 周拜登戴口罩呢 冷嘲热讽 嘲笑周拜登戴大口罩 跟别人保持这个社交距离 你说你这是一个什么总统啊 打从他中招之后呢 美国的确诊人数 每一天增加的这个数量呢 又在上升 每一天都上升 每一天都很多 那前一阵的在他第一个礼拜的时候呢 美国日增量又达到了五万 那现在呢 我刚刚查了一下 美国这个在昨天到今天这一天当中 他的增加量呢 是七万一千六百八十七啊 这几乎又上升到了他以前的差不多比较高的值了 我记得他最高的时候是多少 他有超过九万吗 我不记得他超过九万 印度有超过九万 印度到现在呢 有点下降是六万两千二百一十二 他是七万一千呢 比印度还要多一万呢 那他死亡的人数呢 现在已经到了二十二万三千六百四十四了 每一天都要死九百多个人 一千人左右 你说他做一个总统来说 现在还在嘲笑他的竞争对手戴口罩 他说什么呢 他说呀 现在我和美国历史上最差的一个候选人竞争 让我觉得压力很大 你和一个最差的你为什么觉得很大呢 他说你们能够想到我会输吗 然后呢 说我这一生 我接下来干些什么呢 他说我会说 我输给了政治史上最差的候选人 那我感觉会非常的不好 然后他又说了 他说也许 我将不得不离开这个国家 我也不知道 他说话呢 总是这么絮絮叨叨的 用英文他说 Maybe I had to leave this country I don't know 他就一贯的就是这种表达方式 有点序道 他在这里面呢 这是他第一次爱 人们就想到了 他如果败选的各种的可能性 但是呢 谁也没想到 他会逃跑 谁也没想到 就觉得说 如果他败选的话呢 他一定会大闹 这是一种可能性 对吧 另外一种可能性呢 就是 那他要败选以后呢 他会辞职 他把他的权利呢 交给他的副总统彭斯 然后呢 让彭斯来顺免他 一切的罪责 对吧 就觉得他会有这么两种可能 但是没有想到 他自己说出来 他说也许 我会选择离开这个国家 那就美国历史上 还没有出现过哪个总统 下台以后流亡海外的 也许川普会成为 美国历史上 第一个流亡海外的总统 然后呢 美国的网友呢 也很逗 美国的网友就是说 现在呢 美国疫情这么严重 很多国家都不让我们去 确实是 美国疫情很严重 很多国家就已经陷飞了 美国人不让去 说你要是要逃跑的话呢 你可能只能偷偷的去了 没有人会让你去啊 这也是实情了 那他会跑到哪里去呢 还记得我在上一个视频里面说吗 我在分析了就是 川普呢会不会 据日本的一个小报报导说呢 川普他会亲自到台湾去访问 而且呢宣布台湾是一个合法的国家 对吧 是一个独立的国家 在上一个视频呢 就分析这个 有没有可能性 他会不会去 那现在又来了哟 我在那个视频里 我还没有讲到这个呢 他会去 我想呢 他有可能会去 因为他 我刚才说了哈 他已经扔出来 十一月惊奇的第一代 就是他的中招 效果呢 并不好 负面的效果 比这个正面的效果呢 要多 那扔出来了第二代 就是周拜登 他儿子的硬盘 这个打击性呢 也不是很大 因为呢 他会打击周拜登的儿子 但是不当然的 打击到周拜登 而且呢 他这里面呢 疑问是颇多呀 他怎么得到的硬盘呢 这个呢 疑问颇多 因此呢 也受到媒体 以及这两大平台 一个是推特 一个是脸书的抵制 脸书呢 已经就把他的新闻秘书 那个新闻发言人 他的账号都给封了 据说是永久性的给他封了 所以说呢 他的第二代呢 效果也不大好 那我想他会扔出来第三代 那第三代是一个什么代 比较管用呢 说中国病毒啊 这些呢 说中国人挣了美国的钱呀 这些 这已经是用完了呀 再打压中国的公司啊 制裁中国的公司啊 这都是老掉了 对吧 这招都用过了 应该不会起到一个这种 石破天惊的一个作用 那他就会孤注一掷 我认为他有可能会打一个台湾牌 有的人说了 他哪有时间去台湾呢 因为呢 如果他认识到 我胜选呢 可能性不大了 那我就赌一把呀 比如我最后两天 或者最后一个礼拜 我就跑到台湾 然后呢 激起来中国呢 就打台湾 那这事呢 有可能在美国的国内 美国的民众 因为这个战争 然后就投他的票 那有的人可能会说呢 那中国打台湾 那不就是中国配合了这个川普吗 因为这事是这样的 有的时候你做事情的时候呢 也许你的对手 或你的敌人呢 能从中受益 但是你不能因为你的敌人会从中受益 而放弃你自己的一个大目标啊 因为打台湾呢 我认为在美国这个大选前后呢 打台湾这是一个绝好的机会 如果川普因此而受益了 so what 对不对 他受益就受益呗 那又怎么样 哪个事大呀 对不对 好 所以呢 我就觉得说 他的第三弹 也没准 这会孤注一掷 他就跑台湾一趟 或者他不去 他就在美国宣布台湾是合法的政府 这不足够刺激中国政府 我想呢 他自己亲自去 而且日本的那个小豹呢 他信誓旦旦的说呢 是美国的情报人员给他提供的料 这种可能性也是有的 美国那些个人 哎呦喂 你别把他们看得太高尚了 他们都是一些扎扎说实在的 什么事都能干出来 你就看这主拜的这儿子 什么素质啊 但是呢 不管怎么说吧 川普他自己说了 他说呢 他如果败选的话呢 他很有可能流亡国外 而他呢 会选择谁 他有可能会选择台湾 但是呢 我也不太认为呢 台湾能够接受他 就是说 如果他作为一个败选的总统 去台湾的话 蔡英文一定不会接受他 但是如果他再认 是这个大选之前 他去了台湾 然后之后败选了 他赖那不走 只能是这么一个结果 那蔡英文会把他遣返吗 到时候如果这真的发生的话呢 这有大戏看了 好 我这个视频呢 就问您说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感谢您的观看